欢迎收看今天8月15号的拉新闻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玉寇 距离10月26号2022年底的重要的九合一选举 也不过才100多天的时间 民进党当局的重要的桃源市长的候选人 竟然在上个礼拜五突然换人 这个对于当地选举的冲击当然非常的大 而担任他复选重要的任务的桃源市长 郑文燦先生必然是第一个接受考验的第一线的指挥官 我们今天就特别请到了郑市长来到节目当中 非常谢谢他在百忙里面安排这一段专访 告诉各位民进党怎么因应不同的选举的环境 跟选举的新的冲击跟状况 市长好 寇姐大家好 非常谢谢 我们今天同时在现场还有六位来宾 第一位是民进党的台中的市议员 他也要参与连任的选举 柯姐好市长好大家好 谢谢民党桃源市的市议员 也要连任争取选举对不对 杨家梁 柯姐好市长好大家好 谢谢 我们继续为各位介绍 刚才我跟市长两个人一起讨论说 国民党现在正常的市议员的候选人 他是詹维源 在台北市信义松山区参选 柯姐好 曾市长好大家好 谢谢 最后非常谢谢今天从高雄来到我们的摄影棚的是高雄 他也是五党级的市议员的候选人 也是参与连任是黄杰 柯姐 曾市长大家好 好非常谢谢市长 经过了一个周末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沉淀 我想请教你的是在上个礼拜五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林志坚为什么会退选 而在这个过程里你所扮演的角色 林志坚在这个一个月的竞选期间 他是7月8号就定位 7月5号开始那场抹黑的大戏就开始了 几乎一个月当中这个议题淹没了全部的选举 甚至别的县市的选战议题也没有办法浮现 那我当然知道他心理素质也够坚强 然后也有足够的韧性去面对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活动很彻底的 所以志坚来了以后也是采取正文餐模式 这个真的是全部的时间都投入 那当然我看到他也有受到了一些 他自己没有办法完全掌控的情况 那个困局始终压在他心里面 那因为这个论文的事件 那么因为当时时间也很久了 他后来终于把原来的硬碟 电子邮件都找出来 去还原说为什么他的民调资料 跟分析还有研究方法 大概有八个配局是相似的 出现在他跟那个余正煌的论文上面 那后来陈平东所长有做了一些解释 他说修改后他交给余正煌 那这一段论述 那么台大的学轮会并没有接受 台大学轮会认为说 这个后面的一定超前面的 一个先写一个先教 但后面的抄袭前面的 他认为是铁律 那当然这个说法也有被挑战 那我觉得世间他是在考虑 这种会不会有外溢效果 会不会让选民产生误会 会不会让这场选举失交 那我隐约都感觉到他的情绪 虽然他很阳光 然后他非常的专注 他的个性是这样的一个特质 那因为这八年他当市长 我也当市长 我经常有很多市政交流 那所以我在这个 他要这个退选之前 其实他已经有几次 跟柯总召表示他愿意放空 愿意让党重新思考 他其实已经有大概 这个几天 12号以前 对他在八月初开始 就有类似这样的表示 那时候台大的学轮会还没有审定 对他说他希望不要成为团队的负担 那他觉得他是白口莫辩 有苦说不出 那所以我们都鼓励他说 要在这个论文的事件上 那么近期可能把所有的资料呈现 后来他也很大方的把所有资料上网 都查得到 包括他自己的论文在内 但是面对这个情况好像遇到乱流 那我们要冷静处理 感情上我们很不舍 也很难接受 但是论文跟选举确实是两个议题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让选战回到正轨 那论文就交由学术来判断 事实上学界对这问题看法 有不同的很多看法 看法并不是一致的 那为了避免造成选举被扭曲 所以他做了这个决定 他这个最后的决定 主要还是他个人 你说是他自己 对他个人做决定 很多人也劝他叫他不要退选 因为当时的情况是 他的民调的支持度是领先的 而且领先这个对手 也有一段差距 他并不是民调落后而退选 11号晚上还是领先 对甚至包括在台大的学伦审定之后 那他还是领先的 那最后的导火线是什么 并不是所谓的导火线 是他个人认为说 他不想因为他的论文事件 让整个团队被绑在一个议题上 那你的看法呢 从头到尾 当然我觉得面对选举 就是要有足够的心理素质 要冷静处理 那我是非常冷静的去面对这个问题 我认为论文跟这个选举 是两件事 但论文的事件 已经被说成 对他人格有造成伤害跟影响 那论文的事件 也造成成为攻击的一方 被攻击的一方 所以我觉得 我当时是两个角度在看这个问题 那经过思考以后 大家都接受这个之间的决定 哪两个角度 你看这个事情 第一个角度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赢得选举 第二个角度 我们要捍卫人格 两个角度都要 因为之间他八年的市长 做得不错 城市的治理是有成绩的 那好像一个月当中就变坏人 我觉得对他很不公平 而且他这个事情 我觉得学轮位 不是不能挑战的 这个台大之所以成为台大 就是他不教条 他容许自由的思辨 所以我才会说 我爱台大我也爱真理 这个本来就要给当事人 充分的申辩的机会 这是必要的条件 所以你说这两个角度 一个是要赢得选举 一个是要捍卫清白 然后他12号上个礼拜五 宣布推选之后 因为他选择了 他选择了说 捍卫清白 清白是他一生的价值 所以他愿意退场 去捍卫清白 所以 留给团队重新布局 那对于赢得选举这个目标 会有乱流吗 会有冲击吗 会有 换人会有 创伤吗 换人是一定会有震荡 那我觉得我们的桃园队 我们的所有人 基本上 我们很快的调整队形 然后很快的让 这个郑云鹏上场 那事实上 郑云鹏也是一个非常 正派 而且非常有价值感 的一个政治人物 那我觉得会很快的凝聚起来 就好像我们打仗 有时候他富商作战 那我们觉得很不舍 那换一个人来担任队长 我们一样会努力的往前走 我很谢谢桃园队 所有的成员 这个决定做成以后 我们在很短的一天之内 就完成了各种选举任务的 这个确定 要进退要有据 要有条不问 所以你做心理准备了一段时间 对于外界来讲 礼拜五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情 可是市长 你们已经有预先有过 想到会有这个变化吗 我事前很难判断 因为是这个 之间他有这个 完全是他自己的决定 之间他心里酝酿说 他希望放空自己 去退出这个选举的战场 然后让团队没有包袱 但是他有后座力 当然很多人支持之间 那也认为说 这个相信 他的这个城市治理能力 然后也相信 他的这种 长期以来的这个作风 很多人当然是相信的 所以民调会比较高 那当然民调看 也有些人会误会 这也是事实 就这个事情 还没有到盖棺论定 因为即使是学轮会 也可以救济 也可以有 后续的申诉的机会 所以我是这样觉得 我是不舍里面 那我当然感受到 之间那种 他为了大局 那么他决定退场 那是一个不容易的决定 我事前没有办法去预料 虽然我知道他心里面 一直有压力 对 所以他讲过了很多次 就是他已经表达过很多次 在12号之前 对不对 他在小范围的 小范围的里面表达说 他心里都觉得对团队过意不去 如果因为他的论文事件 让整个选战被绑在一个议题上 那你自己有劝过他吗 你有跟他争辩过吗 你有叫他 不要退选吗 我有分析利弊 你就分两个角度 我有分析利弊的事给他听 然后 让他心里可以 比较坦然的去面对这种 各种不同的状况 那蔡总统呢 主席 总统也是到最后一刻才 因为选对会也是最后一刻 大家才形成共识 让之间退选 事前并没有剧本 确定没有剧本 所以主席也是最后被通知的 不是 最后经过大家的讨论 听完之间的分析 以及他的决定 因为之间几乎到后来 他认为他必须要明确的 表示说他要退场 这个部分呢 很多人认为 您之间做这个决定也很困难 因为柯总老说 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 忍辱 忍羞耻 被各种不同的嘲讽的建议要来 那可是现在最大的 受到挑战的人 是蔡英文总统 是蔡主席 张善政也这样说 其他政党的所有人都在说 要叫蔡英文道歉 我想 做一个党的领导者 他在衡量这些事情的时候 必然是参考大家的意见 选对会也不是一个人的决定 那而且当事人的立场我们也要尊重 那自监愿意忍入退场 我想他是基于成全大局 所以柯总招他很了解 他这个这22年来跟他一起打拼的这个林志坚 其实说起来林志坚 他是 他在很早期的时候也连考落板过 对啊 考大学考了几次 加到中落 后来才半工半读 读完大学 他也当像有些看到说 他有当电影当过什么演员 他那时候就打工当临时演员 那后来他这个当了助理 一年当了八年 后来选议员 后来这个当选了新竹市长 八年改造新竹 成就了新竹的幸福 我觉得他的人生故事本身也是蛮励志的 对 但是问题是他退选之后 现在所引发的就是 各种的不同的 评论啊 嘲笑啊 酸言酸语啊 你觉得这一波要多久的时间 才能够化解 而你们的团队 要面临的这个状况 每一个人的心理素质怎样 你自己不会觉得沮丧吗 你自己不会难过吗 我上个礼拜五 听说林志坚 这个要退选的时候 我还想办法要联系郑市长 我告诉各位那个场景 我打电话给郑市长 结果是他秘书接到的电话 早上哦 那秘书说 我们市长现在都在某个舞台里面 在推广那个桃源的农业产品 那个是世界安排好的 我的意思就是 这个市长真是临危不乱 其实哦 碰到大师 你们还是如常 那个过程其实心理上 是承担很大的 那种感情上的不舍 那也会有很多的挣扎 那我当然知道要冷静 所以后来我发了一个脸书说 我们会用最后的胜利 取代现在的泪水 但是你真的会胜利吗 有人说说 临时间继续选下去也会赢啊 因为靠着你的八年的 优越的政绩 跟你这个市长 你自己在桃源 所建步的这种超党派的人脉 那如果一旦获胜了 那林志堅的清白 就有选票来捍卫啊 那这个对你来讲 会是一个遗憾 那郑运鹏上来之后 你的胜算的估计有多少 他的危机又是什么呢 郑运鹏 我想竞争的对手 他的民调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因为已经两三个月了嘛 所以已经 我觉得选民对 包括张善政前院长的感觉 是固定的啦 他没有很大的变化 变化是我们这边 所以我们必须要再凝聚 那我有信心 那么郑运鹏也是一个好的人选 当时郑运鹏是主动的 表示说 因为林志堅 他有八年的行政经验 那他新竹有治理的好成绩 所以他愿意来 担任他的总干事 那因为他是在地立委里面 他的民调支持度最高的 所以也因为运鹏的 这样的表态 那么志堅的民调又是 相当高 所以也成就了这一次 推荐林志堅参选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我觉得 另外一个角度看 在患难的时候看得出 真性情 所以也几乎是在同个时刻 要让郑运鹏在很短的时间压缩里面 他要做成决定 那其他几乎就第一时间 他知道他的责任所在 他就答应了 所以礼拜五确定 零时间一定要退选的时候 马上决定要通知郑运鹏 要不然你不能开天窗 是啊 这个危机处理是 党中央在做处理 你也是选队会的成员 你自己也要面对 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对不对 选队会希望能够快速的 把这个决定清楚的做出来 那我自己心里是知道说 好像打仗 那我们的这个队长受伤了 我不忍心看到他负伤 作战 负伤作战有可能赢 但你会让所有的议题被绑住 那他坚决的希望退场 那我们当然要立刻有人不畏 所以我是非常冷静的 处理这个问题 要进退有趣 所以蔡主席没有讲 任何一句扼晚的话 或是有讲任何一句 没有他心里是非常难过的 怎么跟难过 难过不一定要跟大家来说 但你知道主席是有 我想任何人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都是心里都有一定的挣扎 好 那林志健如果不选桃圆市长 这件事情会闹那么大吗 他个人所付出的这个代价 是很大的一个 甚至于他说他儿子就要叫他不要选妈妈 看到各界的议论都会掉眼泪等等 我这个问题可能有点 对他的心情来说 他的家庭 尤其他妈妈 几乎每天看电视都很难过 然后我后来我问了林志健市长 他说他妈妈也不敢去运动去买菜 那有时候打电话来关心的时候 都还会哽咽 那他也非常不忍心 让他妈妈怎么样子的难过 他说做了八年的好市长 又勤奋又认真 然后一个月就变坏人 就那种瞒天而来的那种抹黑 那种很多还是假的讯息 让你很难去这个一个一个回应 这些假的讯息或是这些 非常的四面八方的攻击里面 很多是来自于你们民进党内部 你们的市议远王世间 你们的立法委员高家瑜 你们一尸五命 然后你们的过去的民进党以前的党员 吴子佳什么郭正亮等人 这些批判是不是对你 或是对你之间来讲伤害更大 而且你们很多支持者愤怒 我想自监会决定退选 跟这些能言能语并没有关系 他是希望选战不要因为他的论文事件 全国的焦点被绑住 如果说因为这样而影响了选票 影响了支持 他觉得他心理压力是大的 那他知道他在基层很受欢迎 我陪他去拜访 不论是任何地方 事实上他是受到欢迎的 也是受到肯定的 是欢迎你还是欢迎他 两个都欢迎 真的 那是因为郑文燦市长都这个 魅力延伸还是他本人 没有 陶渊新竹很近 他是一个好市长 这个是一个事实 所以其实他也很大的压力 就是很多的支持者 是给他期待 给他支持 那你们当时提名他不是变成害了他吗 现在的新竹市长又辞掉了 然后自己又历经了 当时的选对会的决定 是我们事前没办法预见的 我完全 或者党也完全事前并没有预见这个话题 当时不是有个什么 摧毁林志坚的计划吗 对不对 那个是林志坚获得提名后 他说他有听到 有一个要摧毁林志坚的计划 有一个小组 在设计各种议题 那个是一开始他参选之初 所以后来发展成为这样 确实不是在你们当时的考量范围之内 不是事前没办法看到 对你现在的心情是有 你自己本人会有没有什么后悔啊 愤怒啊 晚上一个人的时候敲桌子骂人啊 我觉得政治没办法重来 那每一个遇到的事情 我们就是要去面对 你说真的啊 你不会生气 你不会看到高嘉宇的家伙 自己同事还帮他助选过 然后王志坚这老头 这样子欺负林志坚 你不生气啊 我想我们的主要的决策考量 之间的这种能够忍辱 我是很感动的 他不会 我不会寻找这种情绪的出口 你完全不生气啊 我专心选举 我们比你还生气嘛 我看一般支持是气得要死啊 我要专心的让桃园队 努力的往前走 好 等一下我们再看 怎么努力往前走嘛 还有什么郭正亮屋子 还有一个你们家有个郑保清啊 据说他那天还贴了一个脸书 说是什么 抄袭的人下了 挺招袭的人要上 后来他又把他给那个 删掉了这个脸书 是不是这样子 朗东比较懂 然后呢 我再跟你插播一下 张雨勺就在他的脸书下面 留了一个言 骂他你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 郑保清 郑保清啊 在张雨勺在郑保清的脸书下面 就骂他一顿说 你也帮帮帮忙啊 你如果是去政论节目 大家都知道你是土内来的 你知道我讲什么吗 市长 他到底要不要脱党参选啦 我会认真的去把这场选举 服选的角色做好 那我知道我的责任所在 所以我不会分心 你说这些事都不影响你 这个我不需要情绪的出口 我最重要情绪就是要 让这个团队稳定 你就不会有生气 不会有情绪 不会有被自己的人背叛的感觉吗 郑保清耶 我不会把心思放在这里啦 我就是说这场选举 我们迅速的调整的队形 所以如何让郑运鹏 能够在选战的过程 凝聚力更强 然后这个支持度更高 而且林志坚还要参与助选 郑运鹏 他是可以新竹桃园两边跑 那我们的团队基本上 都有高度的共识 我在当天就召开了选务会议 确定了未来的选举的一些方针 那议员包括议员参选人 都跟我的态度是一样的 好等一下不方便评论 郑保清的部分就由我们的 同回民进党的周永宏来评论一下 不过我要问一下贾良 据说现在你们基层里面 因为过去都是跟林志坚一起拍照 有些人是跟市长 拍竞选的这些看板 宣传的文宣等等 在一夜之间要改变 大家有埋怨吗 或者是有请你勇敢的说 其实我观察到现在这两三天 我们都没有人在换看板 所以志坚还 其实你现在到我们桃园街头 很多的看板 将来再加上郑运棚就好了吗 我是有一面看板 我已经把隔壁 我把有一面看板挂着 郑文燦市长挂着林志坚 隔壁是空的 我把它租下来了 我放上了郑运棚 其实有时候我们对 其实这两三天 我们支持者的情感 是有点复杂 事物极必反 大家觉得在欺负林志坚 对不对 所以有一种凝聚上的那种支持度的强烈提升 不是吗 是啊 所以我发现现在大家 我们都没有人换看板 但有一些必要地点 没办法 这那个地方看板很难找的 那不得不得换上这个运棚 那当然我现在的看板是 我只要能留下林志坚的 我就留下林志坚的合照 因为我觉得知识者对他的情感 对他的支持 对他的不舍 那个情绪是很强烈的 对 所以我觉得他对我们来讲 他还是我们的队友 他还是桃园队铁三角 所以嘉良讲的这个 这种情绪会转移吗 或说这种情绪反而是另外一个 这个在选情上的助力吗 市长你怎么看 我们很多的后援会 要转成这个郑运棚的后援会 那我是很短的时间内 把已经成立的都已经全部都询问过后 那大家都还是原来的这个后援会 原来林志坚 我请教你 就是说他们支持 转而支持那个郑运棚并没有问题 好 无奉皆鬼你的意思是这样 他们其实一般的反应是这样子 很不舍 我觉得有心疼 因为毕竟他是在这个阶段 陪着他打了这个 很困难的这一个多月 所以这个腾袭的心情 要转换成支持郑运棚 因为郑运棚其实过程表现很好 对 所以我们的后援会并没有解散任何一个 是 没有解散 那我请教你 如果一开始你觉得林志坚的胜算 我只是把这个状况给您 帮我们做一个解说 一开始你认为林志坚会赢 他的百分比是多少 那现在换了郑运棚之后 郑运棚现在的百分比是多少 我讲的是你自己的评估 不是民调 那还要把这个空档大不大 跟你当时预计林志坚的胜比 跟郑运棚的胜比之间 这个空档要追多少 这个因为换人会有一小段时间的震荡 多久时间 我会在一个月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之间 我们会再做一次民调比较彻底的分析 就选战的部分 我会分析的比较清楚 看看他的这个反应率有多少 好 然后再从民调上 我觉得是这样子 选民不舍是一个很真实的感情 所以也有很多人在收集 议员跟林志坚的文宣 也很多人在收集 已经成历史记录了吗 他那个扇子很多人 我看到在办活动的时候 也很多人说他要那一个扇子 要留下来 好 那郑运棚会不会有压力呢 变成一个替代品 我想因为现在还没有登记 现在是9月才会登记 那郑运他一直都是 这个很勇敢的人 他一直是这样子 其实他 勇敢太抽象了 听不懂 他在每一个 因为他也担任干事长 在每个冲突的场合 该怎么表达党的立场跟价值观 他其实他是很勇于去护卫的 那其他的个性并不是那种 积极营营追求权力的人 他是过简单的生活 然后在公共事务上 他就是非常投入 其实郑运棚他其实蛮标准的 他是立委嘛 他的工作的生涯 立委当然比较 拥有比较大的言论自由 那我跟他说 选市长 或者当市长 最大的改变就是 你要照顾很多人 然后很多民众的心理的期待 或者是民怨 我们要快速的来面对来处理 这个是 那他本质上 他是对于那种 有委屈的人 他是很敢于去帮忙讲话的 他跟您之间不太一样的事 郑运棚因为在立法院里面 政党的对立 吵架机会很多 所以他感觉到 蓝绿的敌对态度比较强烈 你跟您之间比较没有吗 因为首长他必须要 照顾所有的市民 所以你觉得郑运棚要改变吗 立委尤其党团 当然会有一些对垒 但其实私底下 运棚并不是那种 有能有脚的人 其实他本质上是一个正职的人 所以他国民党的朋友也很多 他也是台大毕业的 他图木系毕业的 运棚有没有读论文 他没有读硕士 你有读论文 你有写论文 你论文 我台大读两个 其实我台大读过 电机系跟社会系 我毕业是拿社会系的学士 我研究所读过社会所跟国发所 你有两个硕士 没有 社会所修完学分 没有拿硕士就离开 那国发所我有拿硕士 你是陈明通老师的 当时我们很多人都是陈明通指导的 那为什么他们没有把你的论文拿来攻击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攻击 不过我也要特别说 政治的这种工房 这是最倒霉的是国发所三个字吧 政治的工房不要无限上 刚去否定学校 否定系所 基本上我觉得台大各系所都是严谨的 台大不是学电 我想我对台大很认同 认同台大不代表认同苏宏达 这是两件事 台大学生都分得很清楚 对啊 我不需要为苏宏达的任何言行去背书 你们这一次是背 我看苏宏达常常用那个什么 退休外交官 对啊 他是什么职业外交官冒充的 我说台大就这么可爱 这个他是自由思辨的地方 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 就是敢于去挑战很多教条 但是你们台大就这样 并不代表 因为我们支持台大 喜欢台大就要为台大某一个教授的言行背书 所以这次台大的争议 不影响你台大人的荣耀 我还是喜欢台大 好但是你也不担心你的论文会拿来 这个被各界检验 这个都不要无限上纲 就是说并不是说政治人物 他写的论文就是一定有问题 你那时候读多久 国发所也是在职班 对国发所我们读比较久 那个也是读了 我读了第五年 因为写的比较久一点 你的论文题目还记得吗 我记得 叫什么 我是研究中国的基层民主 比较复杂的议题 因为那时候研究中国有没有可能 民主化 民主化的可能性 郑市长的记忆力很好 今天证明了 他是建中毕业业 然后台大电机系转社会系 后来变读社会所 然后读国发所 我觉得请大家不要无限上纲 台大或者是任何大学 不要因为论文事件去任意否定 但是台大的学轮会的 苏宏达跟管中敏的角色 其实社会各界还是可以讨论 对不对 但是当然并不影响台大 只不过在外界大亚 民进党 预设立场这个事情 本身就是违反学轮的 但是 因为学轮的第一条 就是要公正客观 所以你觉得这次学轮会 有没有公正客观吗 苏宏达院长说台大称呼学轮事件 都是丑闻 这句话不是事实 学轮事件就是学轮事件 没有任何一个事件 一开始被定位成丑闻 再开始审查 这个叫做先入为主 为审先判 所以你认为这件事情 这本身就违反学轮 好 那学轮的第一条 就是说要公正客观 对啊 你法官还没判决说 你如果审判的过程 先说 寇姐 我认为你有罪 再来审判 你会接受吗 那当然 所以还是台大的学轮会 自己本身有问题 学轮本身也有救济机制 就算大法官会议 或者是监察院的弹劾的报告 他一样要公布 学轮本身也要接受检验 好 这个是接下来我们看的 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议题 对我来讲是 我会把全部的心思放在选举上 因为 之间会退选 就是希望 不要在这个泥沼里面 再绕来绕去 所以 对我来讲 我的责任就是把八年的执政成绩 能够交棒到正确的人手上 好 这八年执政成绩 所以我不会去分心 如果 过程的杂音我都不会分心 如果选输了 民进党败下 这对你来讲 会是一个很残酷的 结果吧 这种是政论节目才会讲的话题 我们在打仗中的人 当然是往赢的方向走 那我当然要问 对 你做好心理者败卖 我会赢 为什么会赢 我知道 桃园市民心里在想什么 桃园市民想什么 桃园市民希望 未来的市长 能够延续 郑市长 进步的脚步 这就是你一行 所留给一行 候选人的一个 很大的资产 你的意思这样 充满资金 因为这八年 桃园真的是大改变 好 将来我们有机会 再来谈 桃园市的改变 能够让 新的候选人当选 不过这一波 你们民进党内的 同志们 自己在背后捅人 而且正面 炮轰人的 这个状况 引发支持者的愤怒 要请教永宏 对不对 你来自台中 可能可以讲一点 更强烈的话 我是对高家瑜 跟王世坚 是很不以为然的 我根本不是民进党人 我的意思只是 你们第一不了解 这个真实的状况 没有去看论文 那个像汪浩 他在周末 那个论文 我们节目 讨论过很多次 我也看过 那就是台大学人会 就是以后面的 这个写的人 抄袭前面 这个人 作为一个铁律 然后人家林志坚 拿出来以前的 这个邮件里面 所讲的所有的 他的草稿 你都不认账 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结果高家瑜 跟王世坚 两个衣服 好像胜者 这个微笑 可是没多久 现在这两天 支持者已经 把他骂爆了 你认为 如果党中央不处理的话 对于支持者 怎么交代 因为这两天 包括王世坚 高家瑜 还有郑宝卿 他们的这个脸书 其实都已经被 民进党支持者 灌爆了 对啊 那党内也有 很多的声音 不过我觉得 这件事情 大概是在 也许选后 才会去处理 我个人的判断 因为毕竟现在 不要再去失交了 他们的言行确实不太好 也很多党院的人士觉得说 那你这样就不要再继续留在民进党 但毕竟民进党还是一个比较多元的 开放的政党 当然民进党有民进党的想法 所以你也支持不要处理这些 重点是因为现在自肩就是说真的 他这个战场已经血迹斑斑 就自肩被泼泥巴 泼脏水 那好不容易他选择说 他自己去捍卫 他的这一个声誉的时候 就让这个选举回归到市政 包括我们过去的市长 所留下来的 包括运棚未来所要开创的局面 那如果这时候去处理 不管是高嘉瑜或王世坚议员 或者郑保卿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 可能有点不符比例 第二个又把焦点又模糊到 跟这个有关 什么时候这个问题 你的对手竞争对手 跟现在还有一些 想要这个情绪上想要复仇的人 什么蔡壁如的论文也被拉出来了 许书华南投县县长的国民党人 现在南投县的议长 跟他的那个什么秘书 两个论文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还南投县的 南投的议长的论文学历 今天我看到的新闻是说 他在第一次 有一次选举的时候 他只有小学毕业 然后两年以后选举 毕业有硕士 所以要请教一下朗东 特别是郑保卿的问题 我想这个在场市长 应该很了解 但是大家都不方便讲的 就是张雨韶的留言 太精准了 他说你的那个上电视节目 我跟你一起谈话 都觉得你的意思就是 也没什么料 但是你怎么可以 每次都捅人家呢 而且还要骂 郑运鹏是挺抄袭的人 他都是靠斗内上节目 意思是靠 置入信行销上节目 郑保卿这样的人 郑保卿他是被抓到说 他在脸书上面 去攻击林志坚 还有去唱衰这个郑运鹏 底下呢 非常多这个留言是假账号 而且这个假账号还同时去帮新党的议员 参选人也去按赞 所以可能就是一些偏蓝营的公关公司 在帮他操作去炒人气 还有他的这个直播的这个人气 也有高幅度灌水这问题 那所以也想请问一下市长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同事操歌的状况 其实按照民进党的纪律评议裁决条例 这是这个其实已经违反第15条的违纪助选行为 那地方党部是不是有必要去召开相关的这些评议委员会议 去处理这样的郑保卿的问题 我们会用最大的这个包容心 那也会用最坚强的意志赢得选举 你有更联合给他吗 我想这个他的心情也要沉淀一下 你说讲郑保卿 对 他人家像拱他脱党参选 你们有心理准备他脱党参选吗 拱他的人也可能是要害他 有人要害他 那吴子佳说的他脱党参选 郑宏就会说 我想就选举来说 这个我是非常的步步为营去看每个议题 那会用最大的努力去争取最大的支持 我觉得我不会分心也不会掉以轻心 他是在挑战你还是在挑战郑云鹏 郑保卿 你是跟他不好吗 我想 你不是跟大家都很好吗 他选举的时候我当他的竞选主委 对啊 那他没 他当时政治上 没选上的定位 他那时候没角色 所以我也请他担任航空城的董事长 对啊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啊 这个党不是一个人的 是大家的 要乡人都是为了台湾 为了这块土地 那没有哪一个人会永远的在舞台上 这个才是政治的铁律 所以他是要争取什么位置吗 要跟小英在那里干吗 要筹码吗 没有我没有这样子 政治本来就是这么难看 我都不会 我都尽量看优点 你真的心情那么好啊 我觉得重点是要 我现在不需要情绪的出口 我现在是要集中力量来帮忙 整个团队 选上 让这个郑云鹏当选 但是前提是 如果说我整天在 花时间在这些问题上 那就太不值得 那郑保卿如果参选 到底有没有影响吗 这种也是模拟题 模拟题我都一律不回答 但是模拟题你要准备啊 这种模拟题太多了 这种模拟题 我是 我觉得在选战的人 就是要努力的往前走 这你的选战的座右铭 因为郑文燦市长是在2014年 是在大家的意外当中当选的 所以林之间也是在各界的意外中当选 而且他们两个人呢 当选之后的连任是 抽集了2018的海啸 但是他得了那么高的票 而且呢 郑文燦市长在桃园这个地方呢 被认为是蓝大于律 现场这个张维源 我刚才跟你 我们介绍的时候跟你讲过 他是最近比较正常的 反对夏立言去中国的 这个是年轻世代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郑市长 还是你有问题要辞效民进党 现在想请问 当然我知道林之间案子定调是 他这个为了整个选举 然后他要退出 然后去捍卫他清白 但的确接下来 有可能中华大学的这个 决论会也会出现结果 那郑市长你会不会认为说 假设林之间今天没退选的话 他这案子延续下去的话 对于您 以及未来民进党 整个的政治的前途 会有很大的影响 尤其是您当初应该是力挺 林之间参选桃园市长的人 不过就一个政党来说 我们提了名 就应该全力服选 这是我们的责任 也是义务 那论文事件发生 当事人当然有权力去 争取自己的权力跟清白 这是必然的 所以我认为 我是一开始就说这两件事 学术上要去厘清 那其实我自己有看完 他们两个人的这个硕士论文 我看完的感觉是这样子 他们在前沿跟结论 有些地方是一样的 那在第一章的这个民调分析 跟研究方法的设计 那是一样的 所以当时的指导教授 应该是认为说 因为这个论文的基础是 林治坚竞选总部 六次没有公开的民调 那这是宝贵的经验 可以来做好几篇论文 所以他把他这个研究方法设计 协助他们两个都完成 分别交给两个 那所长或指导教授 认为这没有违反学术伦理 这个当然就是可以辩论的 这是另外一个可以辩论就是说 一个先教一个先写 那台大学论文采取一种立场 这种立场也不是不能挑战的 所以我认为这是回到论文的 场合去辩论 学术的辩论就回学术 那如果是要在选举上 就是努力的展现你的政见跟政绩 所以我一开始第一天我就这样说 所以但我觉得我们在帮忙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每一个人都是有他的真性情 你说这个郑运鹏担任总干事 他当然是要帮林志坚拉票啊 这个是很正常道理 你会鼓励一个担任别人总干事的人切割吗 如果这样的人在政治上可取吗 没情义法 对 用这样来攻击人家 我觉得是过头了 攻击他有好几个都是民进党人 我是说那个郑运鹏他担任总干事 我知道啊 攻击郑运鹏 他在第一线 他挺抄袭 他说他自己担任民意代表 他还遇到那种被判刑的人 最后是冤枉的 他跟他陈情 你难道说法院的判决不得挑战 他说他抽丝剥茧 去帮忙他 找到了很多有利的证据 最后帮他平反了 如果要当公职人都都说 遇到委屈人 你不想理他 还是你去请听去了解 这个当有有有苦说不出的时候 每个人都可能遇到 每一个从政者都有可能被抹黑 受到委屈的时候 所以这个是一个做人的基本道理 所以我觉得郑运鹏 他是不只是他有胆识 他那个发自内心的正义感是有的 好 那张三郑很好 说他要四怀求 人家说他要四怀求保送 他就真的在那边等四怀求 没有怎么可能 他那么努力 他最近有推出他政策跟政策 他有努力啊 当然有 他有努力吗 张三郑有努力吗 我觉得他是想努力啦 那因为他 他提的政策我有看啦 就大部分是我现在做的 是哦 我怀疑他幕僚应该还没准备好 那那郑运鹏跟您之间的那个政策 他们的政策都是可以在我的基础上加码 我已经说了 我做了八年 我做的每件工作好的延续 不好的更正 我不会强要说不好的他要接受 或者说有缺点不能改善 我不会 那陈就下一个市长 那人家最后也会攻击 郑运鹏加莱的桃源市市长 是不是就是郑文燦的傀儡啊 硬姿啊 任何 我没有当市长以后 我就当市民 就是让下一个市长好好把握 不会 不会做幕后的 我会把我所有的 这个市长 他站在我的肩膀上 走得更远 看得更高 好这一波呢 林志坚的论文的问题 大概你的意思就是换人一个礼拜 希望能够整队嘛 然后继续往前走 这次事件你也看到了很多 你周遭的朋友啦 同志啊 人性的变化吧 有所感 感受吧 政治当然 不能够离开人性 那政治也会看到人性的 好跟坏 那有些时候你听到 有些人讲话 看起来是讲的这个 用字浅词好像都是正确的 但他出发点是 是恶意扭曲 也有啊很多啊 所以你都放在心里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这个民主的常态啦 只是说我觉得民主要回到一个 真正的辩论 真正的对话 所以将来 郑云鹏跟张涮正 你也希望他们能够有辩论 可以 要有辩论 他会辩吗 会 当年2016年朱立伦换注是 很大的伤害对国民党 那这一次国民党会不会把他操纵成为 对民进党很大的伤害 换注是因为朱立伦 把他换掉变自己 所以这个事情不能相提并论 这两回事 他是把把他们的总统候选换掉换成自己 所以 他是当党主席 所以完全不理了 他把自己的候选换掉换成自己 为了自己利益 那你们是换人是因为 林志坚他 自己退 志坚愿意承担一切的 这个是非对错 他专注在他 捍卫了自己的清白 所以他退选 那跟这个情况不太一样 洪秀术不是自己退选啊 是被逼的 他是被换的 他是被换的 对 所以你不怕这个攻击 这个真的两回事 这个他在阳光下论 洪秀术被换的事件 绝对是国民党历史上 一个非常的这种 没有逻辑的决策 所以桃园换监 不是不会成为最大的一个 2022年选举的灾难 命运的 我觉得我不是用灾难来看 我觉得选举每个事件 每个事件我们都要去面对 我是冷静去面对 冷静去处理 那我也会展现 桃园队的韧性 请锁定民事台湾台 大新闻152 请把你的频道转到第152台 支持郑文燦市长 或是支持林志堅 支持郑云鹏的人 是要给他们多少时间 看你们的转换 的坚毅的往前行 你希望你的支持者 情绪在一个礼拜以后 就可以调整 看到你们的更大的战力吗 我们会用更多的努力 更大的诚意 让支持者看到 他说一个礼拜以后 你们就会有民调的分析 不是一个礼拜我是要做民调而已 民调对啊 你们有民调分析 我觉得选民是最大的啦 选民的所有的反应 我们都要面对 好 接下来我们看2022年 相关的政策 跟相关的选情好了 到底台北影响桃源 还是桃源影响台北 本来陈时中就有很高度的 外溢效果吗 你认为 你从观察那个选战来看 你怎么评价陈时中的选战呢 我觉得 阿中部长 他在投入选举这段时间 表现是可圈可点 那攻防之间 很从容 也很幽默 也能够展现他的魅力 其实他蛮贴近年轻人的 所以我觉得 他在年轻选票会慢慢增加 会更增加吗 对 那蒋万安呢 蒋万安的幕僚设定说 蒋万安不要太温 要辣 可是他们设计的都是 一些那种 考试的话 就是说当一个市长 他只要话要有梗 考试别人 这个我觉得 好像不是一个市长的候选该有的形象 这人设设计错误 会是他选举上的 这个没有开拓票源的效果 没有啊 没有 有啊 他去抢森兰票 森兰票如果还要抢的话 那蒋万安就不要选了 所以你认为 陈时中的胜选的几率非常高 台北市势必是撒卡都 因为黄珊珊有柯文哲市长支撑 那不太可能发生这个所谓的气宝 气宝也很难操作 是 因为黄珊珊在市政的 闲熟度是超过了这个蒋万安 蒋万安比较 你看她一出手 公车用预约座位置 我这样问你这个 为什么你们以前都没想到 搭飞机可以预约啦 飞机不能走来走去 搭这个看电影也可以预约座位 选一个好位置 那公车 上公车 公车位置很少 动态很激动 其实应该是预约公车 不是预约公车的位置 不过我觉得她可能是因为在 市政议题被边缘化 她想弄个争议话题 看能不能被讨论 你觉得是这样吗 你第一时间看到她这个政策 你有没有笑 你有笑出来吗 因为我觉得这个政策是 引发那种 你对市政了解吗 这样的一个讨论 那所以她应该是故意的 你认为他调约的 调约这样说 让大家来把他摆摸 因为他的幕僚在设定那个 蒋万安的 我说人设跟议题的时候 他们现在也都认为说 不要太温 有争议就是好事 你觉得是故意的 我看他现在讲话的梗 都是故意的 他骂那个陈时中 骂好凶 说什么 陈时中 不过我觉得民主是 这是正常的吗 民主就是有这么多话题 但是我觉得要终究要回归到台北的市政治理 我认为决战 应该说你提市政治理 比如说黄珊珊 这个八年的科尔文哲的市政治理 哪些好哪些不好 那为什么不好的 你们以前遇到什么困难没有做 那对国民党来说 你要证明 郝龙斌比较好 马英九比较好 就你要回到国民党的执政 你要证明说 在郝龙斌时代台北市做的比较好 那如果对这个陈时中来讲 因为民进党在台北市只有 很久以前 这个陈水扁的时代 你要看到台北市现在发展遇到的瓶颈 比如说这个摄子岛 吵了八年没定论 比如说北环东环还没盖 比如说市科开发慢了 比如说这个内湖交通要有解方 短期中期长期各种解方 像这个都是台北市发展的根本问题 我认为台北要发展成为一个 在台湾人最能够在亚洲成为国际城市的台北 要把那个台北的潜力发挥出来 但是他 陈时中也没有市政经验啊 对 但是陈时中他毕竟他当了部长当那么久 那他对于 比如说长照 长照都是地方政府在做啊 他当然是了解的啊 那比如说这个防疫 地方的防疫跟中央防疫 他是了解的啊 不只我觉得在卫福部的政策 有很多都跟地方相关 所以你不担心他 在市政上面 也会有不熟悉的问题啊 将来市政辩论啊 一定会有一些部分还不太熟 但我觉得做一个部长 而且他已经是历经两个执政的时代 那对台北市他的了解 那个经验只要补强很容易 好 这市长显然对台北市的选情 巨细迷疑 连蒋旺安的公车预约啊 这几天痛骂那个陈时中 害得陈时中好气哦 他来骂那个蒋旺安是不道德嘛 对不对 要请教阿苗 你认为市长说那个公车预约 因为那个很荒唐嘛 对不对 有公车有预约 应该是应该是特殊的公车 不是公车预约 不是座位预约 你的意思是公车还可以预约 公车有app 你可以看那公车什么 就知道他什么时候到就好了 班次够 你只要看那个班次来就够了 其实对市民的服务 要从user friendly 怎么样子让使用者觉得很方便 也不要太复杂 所以我本来以为太复杂的政策 无法执行 其实蒋旺安提的这个公车预约 他是弄错了 我必须说完全弄错 郑市长意思是说他故意 故意搞耍宝 这样让大家来讨论他 因为他想要想要引起话题 那他选错题了 因为我看到他讲了这个之后 马上去看他的说法 看完之后 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蒋旺安一定很少搭公车 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这样 因为基本上刚才郑市长讲的公车预约班次 那其实在很多县市 比较偏远郊区的地方 他是有 他說你要登记搭了之后 他就会发车出来给你搭 这是为了因應偏远的班次少了 不要去浪费这样的资源 所以出来很多县市 台北就有APP 对 那可是讲完他讲的所谓的座位预约 他还扛着 其实我最看不下去是什么 他扛着这个身心障碍者的需求 孕妇的需求 他出来说这些比较弱势的人 他要能够预约博爱座 那我就必须讲了 你完全都不懂庶民的生活 到底要的是什么 巴士嘛 我们现在不是有那个吗 富康巴士 还有继承各种台北市 早就有这种继承车可以公车 所以都已经有了 富康巴士跟小黄计程车 本身就是预约制 对 其实真的要预约 桃园也是吗 都是一模一样 全国都是 全国都是这样做的 小黄计程车 小黄公车 跟这个富康巴士都是要预约的 他可以用APP或者是电话预约 真的要预约是图书馆 那个座位不太够 那个要先预约 让学生想去K数的时候 可以 你又交他一个 他等一下明天就说要预约了 你们桃园有图书馆有预约吗 有 我现在正在办 这个图书馆的这个座位预约 他要做个电脑系统来预约 市长是客气 不好意思把那个嘲笑太多 讲了好不好 很多人都觉得他白目 没坐公公车 你不知道公车是要在公车亭那里等 他上面会讲几号路线 还有几分钟 对不对 然后我先看一下 那个我可以在APP上 看他现在在哪里 你要几分钟 我就跳出来去坐公车 因为公车站都应该离大家 里面比较近才坐公车 他这个是网址的证件 就是不了解民间疾苦 可是我要指旁边周围有一些正常人 我认为蒋旺安他的政策的幕僚 政见的幕僚是空的 我个人认为是空的 这样的状况之下这个选举会怎么样 将来北北桃 这个或是北北桃新竹 要怎么来这个合作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 再来请教这个郑市长 市长 那照这个状况之下 那台北市的 他讲完一直这么奇奇怪怪的推证件的情况 或者是他用假的消息 用留言 用移花接木那个港前里的里长 他这个去指控陈时中一段 陈时中没有讲过的话 对不对 说什么 这个要用脑袋 还说他呛里长 事实上不是 那如果他一直用这种假消息 假讯息 然后用这个一条龙的方式 现在是讲完在用一条龙的乌贼战 这我有点吃惊 如果这样一直做下去的话 那对于陈时中这个 就是 就是有点老实派的候选人来讲 会不会产生什么压力 当然选举会面对一些 莫名的抹黑 或者栽赃 陈时中已经碰到了 不过阿中他每天 以前在指挥中心 每天要面对一些 各种各样的提问 他应该都遇到过了 所以你觉得还好 不是 他该怎么去回答 我觉得他会很沉着 也会很幽默 你要不要跟我们那个 谈一下他有什么秘密 陈时中有什么小秘密 你们在放映的时候 感情那么好 没有 阿中部长很投入 说实话他 他做事情是 是非常投入的 我相信台北市 这场选举 这萨喀都之战 如果回到市政的焦点 才是市民之福 台北市要成为台湾人 第一个有竞争力的国际城市 但是民进党要胜选 你从民进党胜选的角度来看 有哪些优势跟弱势 我觉得当然民进党整体的执政是受到肯定的 台北市也是因为民进党的执政 对台北市也是有帮助的 你说中央执政 当然啊 因为台北市重大建设还是要靠中央 就我刚刚举那几个议题 北环东环要早点盖 你应该来选台北市长 你了解的蛮多的 不是 我的责任是交棒成功 交棒桃源市 对我最重要的责任 那当然台北新北我也有一定的熟悉度 那我也会就我的范围去帮忙 你不是要帮林嘉隆吗 林嘉隆到底有没有胜选的可能 嘉隆应该是会慢慢的倒吃甘蔗 新竹市怎么办 新竹市现在也是撒卡都 所以目前全国撒卡都的就是新竹市跟台北市 那新竹市 我觉得新竹市的团队会很快的找出方法提升支持度 你说哪个团队 新竹市 你们民进党的团队 因为新竹在过去八年很大的转变 对啊 新竹的市民 但是被论文案给压掉了 新竹的市民基本上是肯定林志坚施政的 不因为这个论文事件 受影响 而被否定 我觉得这是两件事 当然啊 他是一个好市长 这个无庸置疑 他回到新竹去助选的时候 也会产生这个力量 那2022年底的选举 这个要请教夏立言的访问中国 会不会变成民进党的手上的胜选的武器 我觉得就是夏立言的访团是代表国民党嘛 那所以朱立伦主席哦 是应该要明确的去之前行程中回来都应该表态 这是无可回避的 就这个围台七日之后 隔离 竟然围台七日之后 竟然夏立言去北京访问 大家要了解 北京去访问不是突然去的 要经过磋商 等于他在恐吓台湾的时候 国共两党在磋商 对 这个军演的期间 一定是有磋商 要不然他要去拜访哪些地方 对 他宣布成行的时候前面一定有一个国共两党的协商期 把行程安排好 要见哪些人 讨论好 甚至哪些话要怎么讲 所以也许他们真的是讲好了 所以他非去不可 要不然没有理由 没有理由在这个时间去 8月10号去 对 全世界都在挺台湾 都在谴责中国的时候 那国民党去帮中国解围 他说 朱主席说 我们被围 他帮北京解围 可是朱主席说 现在只有国民党可以跟共产党那个 有沟通的管道 为了和平 他们要付出这样的一个努力 如果有那么好的沟通管道 就应该叫他撤回海峡中线 每天还是来 对 要请教你 如果说夏立言去了以后 中国宣布不务力犯台 回到中线以西 那夏立言可能会被肯定 你说要谈判回来 得到这个结论 如果刚刚讲的那个理由 说国共两岛沟通良好 有啊 他时候到了 很有默契 他时候到厦门 他们就宣布演习 阶段性结束 不是 就是说宣布退回到海峡中线以西 所以你要看他的这个任务表现 其实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代表说他们有什么样子的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如果国民党可以让中国政府 宣布放弃武力犯台 写在白皮书 那他就成功了 好 这要跟助力软交 那蒋文安这个议题上面 对蒋文安也好 他也不敢批评 现在六都的首长 侯友宜 这一题我倒是比较希望这样子 这一题是台湾的这个国家利益 这个不能用政党来看 这一题国民党跟我们的立场是一样的 我是认为是好事 比如说张立元立场跟我一样 谴责这个夏立言 我觉得这是好事 我不会去批评他 为了选举才来 都不是 所有的人支持我们去抵制这个夏立言 防中都是好事 台湾的筹码要加大一点 共识要高一点 但是现在六都的卢秀燕 黄敏惠 不是六都都有 然后那个侯友宜 几乎都表达了强烈的立场 只有蒋文安不敢 这个就是考验每个政治人物的智慧 对啊 这一题是政治的基本题 这会是你们的天上掉下来的 选战武器吗 我想这个议题先不谈选战 这个议题对我们来讲是关键的 中国军演围台 突破中线 那我们台湾有主要的反对党去访问 那会给国际社会什么样的讯息 这个是对台湾的伤害是在这里 不管对选举影响好或坏 真正的伤害是 那我全世界来支持你台湾 你台湾反而有主要的反对党去跟中国 对啊 是会从事 这个是对台湾来讲是加分来减分 昨天来到台湾的美国参议院的亚太小组的 这个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的主席 其实他的那个政治动能 比那个众院议长佩洛西还要强大 这个讲那个政治动能的力量来参议院的 而且他带来的也是跨党派 那今天格莱伊就是中国问题专家 他说月底还会有一个团要来 所以呢民进党的中央的执政的台美关系 对于地方的选举当然会有一波 这个积极的助力 那中间的这个论文案我要请教黄杰 那年轻世代嘛 市长也在这边 你怎么看林志坚的论文案 他的民进党的处理 因为你身为一个五党级 当时呢你被罢免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个危机 我记得许志杰委员就很认真的 这个帮助了你啊 然后你们大家一起努力度过这危机 你怎么看这个党 这个党碰到这些重大的问题的时候 党内的杂音这么多 结果呢像市长啊 或是像主席啊 他们就是在这个隆隆泡声当中往前走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氛围 其实首先要先感谢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罢免的时候 政事长也有传讯息关心我 这是来自远方的关心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 因为其实这个多月已经过去了 那包括现在林志坚已经决定要退选 可是现在其实我觉得这个局赛都还没有结束 现在可能达到一半而已 甚至还没有登记嘛 那我觉得在九局下半之前 其实都还是有机会的 所以以桃园的选举来看 我也是比较好奇 我有准备一些问题 想要请教政事长 因为就我作为年轻人 但很关心年轻选票 那我作为一个接下来也要争取连任的议员 其实也是想要知道说 第一个是年轻选票的部分 接下来郑运鹏委员 是有没有机会去抢攻年轻选票的 因为当然我觉得他有一个优势是 他在社群上非常活跃 甚至他有一个钢弹的形象 这个对年轻人来说 是非常有共同语言的 那这是我看好他的部分 那这部分政事长会怎么去助攻 甚至是看好他 有没有抢攻年轻选票的实力 那另外一个部分 我觉得议员选举是这样子 因为从这一个多月 在看桃园选举 我一直在想说为什么张善政 好像没有带动他们来赢的桃园议员的选情呢 这就是我困惑的地方 也就是说他其实看起来不是一个很强的母鸡 可以带动当地的议员选举 那接下来郑运鹏是不是会成为一个强母鸡 像郑市长这样可以蓝绿通吃 甚至是有办法超越的吗 这是我觉得接下来作为一个还有三个月 还要进到非常多上半场跟下半场 到九局下半之前必须要面对的 对 这个我先讲年轻选民的感受 我很在乎 那其实我在年轻选民的制度也是高的 桃园是第一个实施育儿津贴的这个城市 后来中央是接受我们的版本 那我们也是第一个有这种青年的首度就业津贴 我们对年轻人的就业也非常重视 那所以对我来讲 这个桃园因为年轻指标高 照顾年轻人跟年轻的家庭 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个城市的一些价值 那我觉得郑云鹏会延续这个 甚至也可以再加码 就因为我们八年当中增加了21万人 其他的五都都是减少的 都在少人只有桃园才增加 我们增加了21万人 目前六都当中出生高于死亡也只有桃园 我们去年出生了2万人 不幸病故的有1万4 所以我们当然是照顾年轻人的政策会很落实 而且我们会不断的创新 那运鹏当然是有年轻的形象 就像其实之间也获得很多年轻人的支持 我觉得对我们这个世代来讲 就是像讲论文抄袭这个事情 我们不会去挺抄袭 就是因为之间他在这个问题上被误会了 所以我们认为他应该去辩护他的清白 哪些相似性的形成有哪些 那可以摊在阳光下 那如果看过论文的人都知道 到底他的哪些部分是相同的 我们怎么可能去挺抄袭 我们是一路这样子成长上来的 那但是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 我觉得桃园是一个非常照顾年轻人的城市 我们不管是在刚刚讲过的 我们这个像社会住宅 租金补贴 年轻人的就业创业 单单这个青创中心我已经做了六个了 后面今年底到明年初还有四个 我就做了十个青创中心 对 我昨天才拿到这个 全球的社会企业的认证城市 亚洲第一个在桃园 我们社器很多 我们在中央大学有永努师社器中心 跟我们合作 我们连社器都可以有租金补贴 设备补贴 鼓励社器 桃园在这方面事实上是走在前面 那我觉得下一个市长 以林志坚到这个郑运鹏来讲 他们两个都是重视年轻人的 并不是说这个运鹏他是比较懂得 这种年轻人的一些智文化 他比我懂 那但是我想他未来跟年轻人互动 并没有问题 他会是一个很容易得到年轻人共鸣的市长 并不是说他懂得网络而已 是他知道年轻人需要什么 所以民众党的赖湘林是 真的有突然从5%串到10%吗 有吗 这是最近的 民众党的制度是稍微有点 这个高高低低起伏 所以林之间的民调 会有一部分跑到赖湘林那里吗 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变化 那因为柯市长好像也比较少来桃园 目前他比较少 开骂过赖湘林的办公室主任 说是叫他带回家的那个狗狗 所以你刚才说了柯市长很少到桃园来 比较少 所以你没有把赖湘林放在眼里 不会 赖湘林也有他的特色 民众党也有他的空间 所以你怎么把民众党的票抢 我主要的竞争桃园还是蓝绿在竞争 大家都认为你根本就是蓝营的选民的最爱 而且人家觉得你对于拔妆很有能力 我没有妆可拔 蓝的议长都给你很好 那个里长 我讲议长 议长 议长跟市长一定要好好互动 所以 但议长还是帮忙国民党 你会叫邱益胜不要帮张三 他不是用叫的 我要尊重他的职权 而且我也要尊重他的政党立场 是吗 对 其实我无装可拔 我就是面对选民 选民如果挺我们 比如说我自助有八成 那八成里面有一些是国民党倾向的 他还是觉得我做得不错 你叫他们转移到郑运鹏身上 这种也蛮牵强的 爱你的人不见得要去爱郑运鹏 郑运鹏也有些特色跟我是重叠的 并不是说 除了都台大 他还是非常的 他非常的正派认真 他是一个认真的政治人物 他跟你一样每天都不睡觉吗 那个行程那十几二十个吗 他要习惯行程要 讲到重点 我这么多事实上是太多了 那我有时候一天十五个行程 对啊 不过我是因为希望说能够在任期结束前做更多的事 最大 加量 那个谁可以跟郑文燦市长比那个铁人哪行程 其实我觉得不要管蓝绿 下一任市长都很难当 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像文燦市长这样 一天行程这么多 而且还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 还记得每一个里长建议过的政策需求 还记得每一个需求进度到哪里 然后新闻上八卦他都还知道 我看是蛮困难的 下一个市长不管是谁 在行程的密集度 要学习 对于地方的了解 没有两个市长是一样的 我不会期待郑运鹏跟我是一样的 风格不同 对 但是我知道他在照顾年轻人的政策是跟我一样的 会接受你的 这两个是两回事 他的风格 他的行程不会跟我一样 但挺年轻人年轻家庭这会一样 你的任期只剩多久了 今天是8月15号 9时11时12 才四个月 你有像柯文哲他们做城市博览会毕业典礼吗 我是没有办这种毕业典礼 我觉得选民自然会有公正的评价 其实我当市长八年 我们的公共建筑物 我是一律不落款 但也没有市民觉得我做的比较少 他反而觉得郑市长在八年当中改变了桃园 我公共建筑都没有落款 对喔 他这样大家怎么会记得你 不用了 那落款 朱立伦有吗 朱立伦时代还有 有啊 他新浦棒球场那个盖在西山 帮球场就有落款朱立伦 他那个情况是比较离谱 是因为当时他已经辞职了 已经是黄敏公代理 就在棒球场跟展点中心 还是落款朱立伦 那是不对的 胡志阳呢 最多也是要代理市长黄敏公 是 这个他是代理市长没落款 用前个市长去落款 你没有毕业典礼 陈博会 人家陈博会就开始了嘛 对不对 陈博会不是一件不好的事 你不觉得 看怎么处理 那我觉得台北市如果回到市政焦点是好事啊 就台北市的市政 到底我们 因为真正关系到市民幸福的不是口水 不是桃园跟台北市连带关系啊 北北桃 鸡罵对不对 基隆的选情你有注意到吗 基隆选情应该是稳定的 是哦 对会 会有点领先 你说蔡世音会领先 对会有点领先 我是基隆人 现在看起来谢国良的那个 在基隆的那个 孙世比以前的国民党的候选 强一点点 所以你还觉得 对他以前的国民党候选 比较偏弱 但因为主要有林又昌 八年的执政成果 你觉得还是可以转移 林又昌的执政是可以转移的 因为他跟蔡世音非常的密切 对 所以我觉得转移度是有的 就好像说郑运鹏跟我也很密切 但我们转移度也是会有的 你带着郑运鹏出去 你们两个是一起 将来要一起拜 一起去做市政的参访行程 还是分开 不一定 有时候重叠 有时候分开 那你的设计的策略是什么 我觉得 郑运鹏经常让大家看到 熟悉度更高 支持度就会更高 我想他基本上 他是一个 很容易被接受的一个政治人物 我听了于北城说 他算是北桃 他的龟山是北桃 对不对 说他在南桃的知名度 可能比较不够 离开了自己选区 知名度一定会掉一些 所以他要在非自己选区 像我们有六个选区 其他五个选区 他都要更大力量去跑 那你们的市议员选举怎样 这现在还是 桃园还是国民党居多吗 还是国民党多数吗 对他赢我们一点 那怎么办 我们现在 我这八年也是这样过了 因为这三党 你不敢了 三党 未来还是三党不过半 还是要 透过对话协商 我觉得 新竹市跟基隆市 也是民进党没过半 议会也没过半 所以这个生态还是 对你要尊重议会的生态 那议会 议会 当然他会有监督 会制衡 这是常态 要把议员的建议 转换为市政的动力 你怎么转换 人家侯友宜在议员的建议 我认为只要是 他不给人家补助款 把那个谁啊 那个好几个人啊 那个包括博文啊 这个 跟那个戴伟三啊 跟另外那个谁 张志豪啊 把人家的补助款 都不给人家 然后杯葛人家 那你呢 你碰到那对你不好的议员 你都怎么回应 这个是一个制度 建议权是一个制度 要一视同仁 你们有配合款吗 我们叫做议员的建议权 有 对都有 那骂你的议员你也给啊 当然他是同样的 但也是要经过一定的预算程序 那为什么侯友宜不给呢 不给民进党这几个 如果有这个情形 我是有点意外 你不知道吗 侯市长应该 你假装不知道而已 侯市长应该要在这问题上 表现出做市长该有的这个格局 他这件事情搞那么久 在我们大家都讨论 还有恩恩案的事情 侯友宜搞到那个 不像个父母官 你可以帮忙骂他一下吗 我觉得这个 我讲一下林家隆的好了 好 就是他 不是你不该这样 你要讲讲侯友宜 我们跟他一个月恩恩案 到现在他还在那鬼扯 我觉得是这样子 这个新北市 新北市是有进步 你也承认新北市有进步 新北市国民党执政那么多年 他有多大进步 但是比较慢 所以林家隆才会讲出新北大翻新 毕竟新北市四百万人口 服务员又辽阔 那过去他当交通部长的时候 给新北市很多的支持 捷运快速道路 淡江大桥 包括新的交流道 包括停车场 其实这些林家隆是部长都了解的 他对新北市不会陌生 对 那新北市我们最低的时候 我们落选的时候 最低是输两万票 最高是输三十万票 可是换成总统选举 是赢了四十万票 所以新北市会倒是甘蔗 会倒是甘蔗 因为我觉得民主是竞争 那么林家隆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品牌 那相对竞争底下 民调所呈现的起跑会比较弱 但是会 他只会加不会减 只会加不会减 最终会打成五五坡 一定是失 关键是什么 胜负的关键是 胜负的关键就是说 新北市民认为 新北需不需要一个大幅度的来建设 因为林家隆有中央执政的 这个优势 然后他有当交通部长的经验 那他所提的这个大翻新 因为事实上他他讲的还蛮具体的 对 他政见提的很多 所以我觉得林家隆 部长是有战斗力的 大家可以 这是一场精彩的选举 你说新北市 其实2022也会是相当惊心动魄的选举 今天市长来到我们节目是调整了他原来的行程来到 将来我们希望在你的市长任期结束之前 跟我们谈一下你八年的经验 今天的时间比较不够了 他的幕僚已经在那边吹得有下一个行程 那你帮我们做一个结论 或是现场还有谁有问题 朗东啊 你们几个问题 就有红举手 因为那个文灿市长他比较温和 毕竟还在认证市长当中 所以刚刚对于很多议题 他会比较用温和的方式讲 他其实坏了也有一点点真 但是小真 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未来 因为暂时最近这两周是都因为论文的关系 所以包括陈之中的新闻也没了 包括林驾龙也没了 但是我觉得未来 如果桃园重回这个整队好 稳住阵脚之后 我相信台北新北桃园整个三个连线 是会带动整个台湾 市长要帮忙做事 但是我会担心的 就是也不是 但我们比较就是一直还没有聊到 因为看起来北桃 北台湾稳固之后 我自然就自然就会想要请教市长说 那觉得我们台中市的这一个地方 因为台中市会影响到 不是台中自己本身 台中会连带影响到 彰化 南投 甚至到云林 那当然苗栗是比较特别 但如果北桃园都处理好 新竹都处理好 台中也拉起来的话 我相信苗栗也是有机会 所以我也很想听听市长 跟我们分析一下 整个中部的这个状况 好问题 中张头现在包括像彰化 打得比预期的好 那黄秀芳得到很多不同的支持 而且是新的支持 那在这个南投 南投也打得比预期的好 南投好像也有个论文事件 还没结束 许舒华呀 他那个逢甲大学要开会审查 那台中我觉得是核心 我觉得我们的党要花更大力气在台中 因为他会联动到中台湾 所以这个北北桃在打仗的时候 中台湾不要忘记 虽然我们现在讲北北桃 北部地区好像比较 比较激烈一点 那台中彰化 南投 我觉得这个是要 要 那有余力 有时间 我才会去其他地方 那你卸任之后要到中央来吗 我现在 心中只有想过怎么赢桃源 所以我问这个问题也是白问 这赢桃源还是蛮重要的 赢了桃源才有中央 赢桃源对我来讲是这样 我们八年打下的好基础 我希望下个市长 能够 珍惜桃源 把我所做的 做得比我好 那最后一个问题了 大家认为这个也是你政治生涯的 一个重要意义 赢了桃源 你才有未来的行政院长做 才可以选总统 输了你的政治生涯就受罪 我不要 其实个人没那么重要 坦白讲 这个对整体来说 民进党能够维持地方执政的版图 让我们的党可以稳定执政 还是很重要 其实民进党有很多人才 那我觉得 每一个人都把自己角色扮演好 这个国家就会抢 主席有跟你讲过桃源不能输吧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一样这不用讲 你说主席不用跟你讲 这不用讲 桃源本来就不能输 你知道主席心里在想什么 我们就是要把桃源选赢 然后要让这八年的好成绩继续 好 非常谢谢市长 在一个重大的转变 一个选情的挑战当中 看到郑市长还气定神仙 非常谢谢你 谢谢 好刚才郑市长其实是从2022的全国的选举 其实他都有非常精密的观察 刚才特别提到了蒋万安 他讲到他的公车预约 只是他本周的周末 大家认为是最白目的政策 而且特别他还配合 内湖的港前里的里长魏景成 捏造了一个新闻 他还在痛骂陈时中 结果陈时中回应说他是很不道德 然后这个蒋万安还批陈时中说他是一个官位很大 就陈时中他现在是没有官位 那温朗东在现场他告诉我们说 其实国民党这个魏景成本来就是一个政治打手型的一个里长 对不对 国民党已经连任两次 两次都是用国民党籍去推荐去 他是参选的 而且他的去年的这个时候 中国很多媒体都报导他的谈话 因为他就配合王文威 然后呢 不是王文威 是郑立文 然后去跟这个去开记者会 上面就想说什么 陈时中跟苏贞昌是狼狈为奸 隐瞒疫情干嘛 就讲得非常难听 所以说国民党要操作说他是一个基层的里长 事实上就是国民党的打手 一个打手型里长 而且他去2018年的时候 他是童俄竞选 就只有他去选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里长来讲 重点是陈时中他根本就没有批评这个里长 他只是在讲 是说像是蒋万安做很多攻击批评的时候 要去思考要用头脑 并没有对里长本身的意见有任何理直觉 是里长自己跳出来 对 里长捏造了这件事情 捏造这件事情 弄打完陈时中都不听基层的名义一样 他捏造这件事情 然后呢 其实人家的陈时中的竞选办公室 已经第一时间就否认了 但是蒋万安仍然拿着这个题目 去攻击陈时中 我觉得这个才是让我觉得很亚裔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蒋万安真的是一个 他就是一个长得比较帅一点的韩国瑜 或比较帅一点的连胜文 或者比较帅一点的颜宽横 这种用基层的假消息 来攻击民进党对手 在中俄选区的罢免陈伯威的时候 就发生过了 大家忘记了吗 那时候就有里长说 什么从来没有看过他 然后被网友打脸说 你就站在他旁边 这也是一样的 就是用基层 为什么这些里长愿意出来当这种打手 因为他没有差 他作为最最基层的这个里长 反正全大家也不认识他 他就讲一句 但是他代表基层吗 第一个他说的是真话吗 第三个 讲万安要沦落到这种地步 你要选一个首都市长的 要用这种假新闻假消息来打你的选战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的政策提不出来 刚刚阿淼也讲 我们已经被我们变成笑话了 说你明明去增加富康巴士 或小黄公车 就是解决所谓的伸脏问题的最需要的方法 预算怎么编怎么增加 你不会讲这个 你讲那个公车座位的预约 然后对于这个国民党派团到中国访问这件事情 刚文善市长讲得非常的好 因为不是说他不是自由行 不是我明天要去我今天订个机票就好 他是国民党的代表 还有包括主席朱立伦的小舅子高斯伯一起去 这不会是一个礼拜前两个礼拜前决定 这要协商好 甚至我都怀疑国台半山那一天发的那个声明 国民党早就看过了 那朱立伦做了这件事情 讲忘案目前 不敢讲话 他完全这件事 他的讲话就是 你完全不知道他的态度是什么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后来他是重复了党中央朱立伦的讲法 那显然就是赞成 为了选战 至少我觉得国民党目前是为了选战 所以不管那几个国民党籍的这些地方诸侯 都说时机不宜 要再想想侯宇甚至说还有先劝过他 那侯宇要讲什么时候劝他的 对不对 如果大家都知道这个时机不对 那讲忘案的说法很奇怪 还记不记得他第一时间是 第一时间是说要去问陈时中 你不是看中央关系很好 还批陈时中 都没有反映给中央台商的陈警等等 然后今天还被黄鹏笑耻笑 说是他要延续他爸爸的服务台商 然后要捞钱肥兹兹 还被照顾 这个问题将来会越滚越大 可是讲忘案周末的时候 为什么会出来 最自导自演的魏景城里长的这件事情 他居然还拿着这个来攻击 陈时中那这个是朗东也认为可能是因为他的公车问题的这个预约被人家笑的半死 然后再加上或者是夏令元的问题 他没有办法面对 所以他才来转移焦点 拿着魏景城的谎言来批评陈时中 可是如果真相揭发了之后 他不仅是他不厚道不道德 已经超乎超乎一般的认知了 这个年轻世代人 因为讲话在公车这个议题上面火烧得非常的大 有多大在网路上大家都笑的半死 对 网路上大家都在笑他 因为公车这个议题 他是超越很多蓝绿 原本什么意志形态或政治立场 可是每个都可能借到公车 那问题在于说 大家会问着去整个说 要去要弄什么台北通 要弄手机 那个疫苗 还要找国外的亲友帮忙上网预约 已经搞得焦头烂额 结果讲话竟然学克文哲这一套 觉得说我只要弄个上网 弄个预约 好像就很心潮一样 那讲话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为什么公车要预约 他说提供可上网预约的新形态公车服务 那这个问题是在于是说 他是说要协助弱势族群朋友 提供上网预约的新形态公车服务 可是现在的上网预约 就已经有公车服务的 这种形态的公车服务 所以他讲的新形态到底是什么形态 黄杰 好 我要讲一下 因为这个公车是小黄 其实从一百零三年开始 高雄市就有在做 我们陈局市长到现在 到现在其实是率全国之嫌 所以我看到说 现在台北市的候选人 讲完现在又说为了要协助弱势族群 朋友要推这个 其实各省是后来都开始在做 所以大家都笑得半死 非常可笑的 必须要说要预约不是不行 大概有三种形态 大概就是要嘛是观光用途的观光公车 要嘛一种就是富康巴士 一种是协助弱势族群 第三种就是这个偏鄉的 就是是比较偏鄉 他们需要预约才可以降低 这个空车的烫刺 大概是三种目的 现在都有了 现在都有了 所以他提到的要嘛就是活在平行时空 那个如果是族群是他后来补的 他一开始没有这样讲 他是被轰爆了之后才补充说 所以这一点我必须要讲 他真的有点没脑耶 我觉得要嘛就是他真的是像 真的是没脑 或者是说他的幕僚 我觉得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 他的人设一直是错误的 他明明就是一个权贵的贵公子 可是一直想要把他塑造成庶民的形象 包括说之前硬要吃乳肉饭啦 到现在硬要提公车的政策 就是过去 或许他过去 从来没有搭过公车 卻硬要提 他就会一直闹笑话 但是也不可能稍微有点尝试都知道啊 所以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 等一下三位认为人还说要帮他辯護 我们留两分钟给你辯護 他很明显就是误入歧途的天龙王子嘛 被人家批评说王子之后受不了 跑去吃乳肉饭表演都吃了十口 然后现在因为之前有表演做捷運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做捷運也要拍照上网 那现在他这个公车证件 就真的暴露 真的没搭过公车嘛 而且说实在的 他后来再解释 补充那些越圆越不圆 越瞄越黑 完全暴露了蒋旺安 其实他不是把市政政件藏在后面等的出手 是后面根本没东西啊 市政上面其实有一种草包化的嫌疑 所以现在丢出来被人家骂爆了之后 又急急忙忙的说 因为像内湖交通的事情 归根究底是什么 归根究底是蒋旺安 对于内湖交通 没有任何主张 就是这样嘛 因为他如果不满意 陳时中提的 他开一个记者会去闪述 他自己内湖交通蓝图就好了 问题就是他没有 对于内湖交通 他只说了出一句话 叫做加速捷運建设 拍謝 谁都会讲 對不對 所以他只端得出这种东西 只有只好找一个里长出来 当他的代打 而且这个里长要代打之前 还要先编造一个谣言 完全是编造出来的事情 就是玩这种买空 卖空的游戏 要去创造他的新闻话题 所以蒋旺安 现在最怕是什么 蒋旺安 现在最怕最怕的 就是回归政见跟政绩 而且所以刚才郑文燦 市长跟我们说 他怀疑他是故意的 弄出一个被大家讨论的 爭议的白目的政策 这个所有市议员 听到这些问题 大概都会昏倒了 对不对 什么公车预约制 很可笑 那因为其实我们在做 包括小黄公车 富康巴士 大家都有 其实都有了 我是也常坐公车 我虽然不坐富康巴士 可是我们也看到 而且你用猜的都知道有 我告诉你这个这个问题 所谓预约公车的座位 或是预约公车 你稍微有点sense 都知道已经做了 尤其有一个我很简短 蒋旺安长期在未还委员会 而富康巴士相关的费用 是来自于这叫做社会福利 是来自于中央法律 所以他应该也知道 对他是省预算的时候 是为了省到这相关的费用 才拖到各地方去 到底他在讲什么 新型态公车服务的意思是 做宾示车吗 还是做什么 你张维源刚才一直强调 他要帮他辩护 没有 因为老实讲 他针对他脸上讲四种人 身障者 有婴儿车的这个妈妈 或者是爸爸 然后孕妇跟这个宁章者 我觉得孕妇跟年长者 可以透过浪位去执行 不一定要预约 可能针对生长者 刚刚提到富康巴士 首先第一个富康巴士 采购真的非常贵 再来是预约 他是有一定的补助金额 当预约补助金额过了之后 就花自己的钱去预约 富康巴士 再来富康巴士很难预约 不是随叫随到 所以我觉得他今天只提供一个多的一个交通工具 尤其是大家很多人说预约公车 对主要是大家看到预约公车 公车上第一里盘公车 有个平臺是专门提供给这个轮椅族 放轮椅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直接上去 假设今天公车三百人 尤其是尤其是上下班时间 如果他每天看着公车 都几百的人的人 看着轮椅族 他看着他们就忘车心叹 那这样透过 你根本就无法 你根本就是 富康巴士是劳务采购 而且很多车是社团 我的意思是说 政府不会花钱买富康巴士 我觉得其实增加多一个选择 对于弱势者增加多个选择 不是坏师 他反正可以讨论 他只是把现有的政策里面 把他如果有什么不足 把他补足 而也不是改善什么 没有人反对帮助弱势者 可是我讲个情境题 今天一个弱势者 他预约了低底盘公车的博爱座 结果到站了之后 发现车上满满都是人 是不是要出面 刚才市长说的公车是占的人 比坐的人多 所以这个是生活情境的问题 只要稍微在台北市 你平常常搭公车 上下班时间去 通勤时间常搭的 你就会知道这会为公车 司机跟乘客增加多少困擾 所以这件事情背后显示出来讲 蔓延的问题在哪里 没有生活经验 真的没有生活经验 真的不了解 第一个他没有 他真的是个王子 没有生活 第二个这要回归到交通工具 是什么的这个本质 轨道建设有轨道的需求 公共运输有公共运输的需求 而公共运输的分类好几种 公车是一种 而针对特殊需求的 就有另外一种 比如说小黄巴士 富康巴士 这有特殊需求 然后还有就是说 你的机动性跟那个你的占据 换句话说这个应该是 他背后没有一群 真正有了解公共政策的人 来处理这件事情 不是笑他不知道富康巴士 不是笑他没有坐过公车 而是笑他背后 连你要讨论交通政策 你要对于这个运输工具的分类 跟性质要先搞清楚 你才会提出来 他连这个都搞不清楚 确实蛮美人拼